近段时间,美国退群成瘾,连续退出多个国际公约和组织,其宣布退出中导桥决仪式,更是令都国的心提到了嗓子也。 而作为美国铁杆小低的日本,也准备紧随美国脚步退群,不过日本这一剧动,却让西方数十国齐声抗议,甚至连美国都第一个反对,仅告别挑战人类底线。 近日,日本捕鲸船队,正在南极附近海域展开捕鲸活动时,日本正式宣布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,计划在明年7月份重新商业捕鲸。 这一宣言,直接点燃了西方国家众多动物保护人士的怒火。 当然,日本坚持科研捕鲸,触怒多国环保人士只是其一,最重要的是,日本人竟然会为了自己的口舌之欲,而捕杀鲸鱼,这是众多人士所不能容忍的。 所以,每次日本的科研捕鲸团队抵达作业海域,经常会遭到绿色和平动物保护等环保组织的阻止。 长期以来,各国的捕鲸行为,都会不骂个狗血淋头,如果不是因为看了海豚湾,恐怕大多数人,甚至包括日本民众,都不会知道,在日本派地盯进封锦绣美的海湾,上演了一场何种血腥的吐杀。 不过,我们也必须要知道,欧洲挪威,丹麦等国,也有一定的捕鲸行为,但人们更多的只是科研,并且根据规定,必须充分利用金的身体各部分,所以也没有像日文捕鲸那样,引起世界争讨。 而在中国,民众更是一边倒地谴责所有捕鲸行为,因为在中国沿海附近,也有不少鲸豚类出没,同时,中国特有的白鲸豚,还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鲸威鲸鲸豚类动物。 所以对于鲸豚类动物的保护,中国人比其他国家更加关注。 从此次日本退出国际补金委员会,和最近一段时间,日本频频放出研制攻击性之辈的消息,我们可以看出,日本充满侵略性的思想,一直都没有改变。 不过,事情总有因果,频繁的自然灾害、海啸、地震、火山让众多日本民众生活在恐慌中。 当然,还有一个更大的威胁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